建造業意外頻生 2022年的意外率是每千個工人有29.1宗 瑞安建業做到每千個工人3.1宗的意外率 比業界足足低近90% 究竟瑞安建業如何運用創新科技 在安全管理上有超長表現 同時減少廢物產生和環境污染 為大家建構可持續的社區和環境 在房署安達神道工營房屋發展項目的工地 水安建業應用了MIC組裝合成建築 提高工地安全和減排 你知道香港做建築 很多地方都是很狹窄的 你要放的東西或者要處理的東西 其實都是容易引起工業園外 我們將大部分工序在廠裡做好 來到就只是做最後一個壯嵌 那些MIC組件一車一車 就像砌積木那樣放上去 第一 節省很多人的手 第二 建築垃圾那些事 第三 更加安全 瑞安建業還利用人工智能監察系統 人驗識別技術 智能手帶系統 智慧工地安全管理系統等創新技術 確保員工的健康和安全 我們後面的系統就是4S 我們應業主房屋署的要求 和他們一起研發 很多東西是可以利用科技 去幫我們管理安全的 除了在現場的管理 包括我們實時的監察住 有甚麼特別的危險的動作 譬如我們每天有多少人上班 有沒有拿到有關的安全證書 他今天要去哪裡做事 全部都在實時有記錄 即是知道他今天會在密閉空間做事 我們亦都有相應的措施 有相應的工具 地盤有很多重型的機械 所有的調運 譬如現在的威亞斷了 這些我們所有都有記錄 包括一些手工具 亦都有QR Code 你知道即時那些是過期的 那你就不會有危險 或者漏電 我們還有很多不同的攝像頭 我們將這些實時的鏡頭 回到我們總部 我每天其中一個工作 就是有去看安全 自動化機械人 亦都應用在瑞安建業的建築地盤 協助建築工人 降低他們的潛在風險 地盤有很多物料要運送 我們有一部專門用物料運送的機 不用人手 很多意外就是搬運的時候 弄傷腰或摘傷手指 大大幫助到地盤的運作 和更加操作更加安全 譬如噴漆機 因為我們有些位置 可能要兩三米高 那個人做起來 第一不用那麼辛苦 第二危險性就降低 除了外在的創新技術之外 早在80年代 稅安建業已經成立安全管理委員會 一直重視對稅安建業的所有員工 和承判商的安全培訓 部分更加會採用VR和AR技術 公司在推動安全文化方面 不單單是我們自己的同事 這方面 我們現在已經推展到我們的合作伙伴 包括我們的承判商 那麼多年我們也有些承判商 一起去搞一些研討會 包括我們也會邀請我們的客戶 政府有關部門 其他的設備者 那麼我們這二十多沙年 都一直有搞的 那麼我相信在這一個來講 在香港的建築商來講 我們應該是第一個 亦都是持續這麼多年的 去年開始就在平邪 我們做了一個安建環的訓練基地 大約有六七千呎 可以同時用一百個人 大半年我們都在裏面做了很多場培訓 不單止我們的員工 我們的分判商 我們叫做打理 現場的打理 以及他們有關的工人 那麼我們相信 做安全不是一趕做的 是一定要上下一身 瑞安建業明白 要做好ESG 不可以單靠以前的做法 除了創新科技的應用 亦都需要各持份者的推動 深植在大家的意識和文化上 才可以做出卓越的成績 別忘了 我喜歡 我們好想做的 學校 發展 發展 表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